福建界,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 作为衡量海军舰艇大小的重要指标 满载排水量影响着一艘舰艇的运载、航程、速度和机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航母排水量越大,战斗力越强 福建界也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常规动力航母 由于福建界是8万吨级的大型航空母舰 而且采用电磁弹射,并且装备了大量的自动化、信息化的这些武器装备 所以它的用电量是非常巨大的 而它又是一艘常规动力的航空母舰 那么在设计的过程中,要保证各个部门和装备上电力的充分保障 又要适当地分配这些电力 所以在设计的构思上,在某些方面 比核动力的航母设计起来还要复杂得多 福建舰的出现,不仅用实力粉碎了 只有核动力才能上电坛的设计理论 更是将未来国产航母的战斗力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不远的将来,伴随福建舰正式列装 与之配套的新型舰载机也将陆续揭开神秘面纱 由于福建舰的排水量达到了8万吨 所以它是大型的航空母舰 而大型的航空母舰,它的机库就大幅度的增加了 可以搭载更多数量的飞机 其次,由于它采用电子弹射 可以给飞机更大的升力和外力 那么它就可以起降固定翼的预警机 无论在制空的时间上 还是它的这种预警雷达的性能 对敌我识别,对自己的飞机的指挥的能力 将会大幅度的提升 由于它是电子弹射 飞机就可以满油满蛋的起飞 可以减少这个伙伴加油机的数量 而改之为,比如说无人机 或者是运输机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通信 电子干扰,电子作战的这些飞机 这就大大的提升了,就是一艘航空母舰 在远海所能发挥的这种作用 对面其他的航母上的引导员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首长 他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 就是需要这些人去做更重要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